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悠儿AI技术学堂 前面有给大家讲过如何写一个小红书笔记 利用一个恰GPT 本期视频将教大家如何制作一个小红书的图片 众所周知,小红书的笔记就是由一个图片加上一段文字组成 你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图片加上一个文案 也可以叫做一个笔记 就可以直接发送一个小红书笔记 你也可以选择用视频 也可以选择像这样用一个图片来加文字 大家看了这上面的各种各样的图片 其实非常多的图片它都是用AI生成出来的 现在想要用AI生成这样的图片非常的容易 那么像这样子的完全可以用AI做出来 那接下来小悠儿就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制作一个这样的一个 那在制作小红书图片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点小红书的图片 它的一个尺寸以及它的一个像素 那这里呢我们还是打开一个小红书 我们进入到一个发布笔记的页面 那在这里呢你可以上传一个视频 也可以上传一个图片 那每次呢可以看到最多支持18张图片 接下来呢它就有它的要求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要求看明白 首先它的一个图片大小啊 那这里就已经有了 帮我们解决了一大蓝铁 接下来呢可以看到它的分辨率不能低于720×960的一个照片 那超过1280P的一个图片呢 它上传的一个画质更清晰 那就是说你要想让这个图片更加的清晰 你可以上传一个1280P的一个图片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制作一个小红书的一个图片 那这里呢我就以这个减肥餐为例啊 当然你如果做了其他内部的一个笔记呢 方法都是一样的啊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用的一个万能工具啊 恰GPT 在这里呢我就问一下它 简单提问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减肥餐都有哪些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给出这样一个提示语 减肥餐都有哪些 说出20种 搭配中英文对照版本回复 我们点击发送 那这里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中英文回复呢 因为我们去做图片 大家都知道AI做图呢都是需要一个英文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避免再去翻译了 我们直接就有了一个英文 那可以看到一个 真的你自己想你可以 你自己想的话 你不一定能想出来这么多减肥餐 那有GPT你一天发二十条都不是问题 你看一个烤鸡胸配蒸西兰花 三文鱼沙拉配混合生菜 炒豆腐配青菜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来试一下 直接复制这个英文 那这里呢推荐两款工具 大家来做图啊 一款呢是一个Promai Promai呢之前呢小悦也给大家讲过一期教程啊 应该是有一两期教程 那这里呢一个Promai 它里面不仅可以文字转图片啊 它还可以文 还可以图片转成视频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一下 这里链接呢我也会放在描述栏 那么下面还有一期啊 也是Promai 它里面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它还可以做一些图片转线稿啊 或者说线稿转效果图啊 或者说创意重绘啊 或者说还有一个AI换装这些等等啊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开这个Promai 那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小悦刚才已经迫不及待了 生成出来了几组一个减肥餐啊 我觉得效果都非常的好点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AI你想要什么图片都没有问题 这个减肥餐真的看着就很有食欲 这里呢我是很随意的 就直接让它帮我生成一个减肥餐 那它就生成出来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鸡蛋看着就流口水 OK 那接下来怎么操作呢 那大家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Promai的一个账号啊 建议大家可以注册一个 那这里我会把链接呢 放在下面的描述栏 那你只需要打开链接呢 用你的谷歌邮箱或者其他的一个登录方式 进行登录就可以了 新手朋友们进来了 它也是有赠送十个金币 那么每生成一张图片可以看到这下面呢 它只需要0.3个金币 那十个金币大家也可以 可以以备不时之需啊 比如说你有的时候突然想做个图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来生成图片 而且它里面功能非常的多啊 这里我就不再重复的说了 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点到这个AI图片生成 你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在右上角这里把语言呢 给它选成一个简体中文 选好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里呢就是一个中文 那这里呢就点一个AI图片生成 那这个可以看到是其他朋友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非常的不错 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把鼠标回到这个最下面在这里 直接粘贴我们刚才的一个提示词 这下面呢可以看到有一个风格 我们可以选一下 这就选一个写实风格 那后面呢就不用管它 就自立意就可以了 那后面这里你想场景里面不出现什么 那你可以把这个关键词写在这个里面 比如说你不想在图片中看到的内容 例如一个低质量模糊 那这就可以输入一个 模糊 最好是输入一个英文 那我们这里可以把它剪切 我们到谷歌翻译这里来翻译一下 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 就不想让它图片出现模糊 接下来呢它的旁边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尺寸 回到小红书我们看一下 刚才他说了推荐长宽比是3比4 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输入一个这里选一个3比4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它里面的尺寸非常的多 你生成任何图片它可以满足很多的一个图片的一个尺寸 接下来还有它的一个分辨率 真的太贴心了 我们看一下分辨率是多少 不能低于720×960 那我们就给它输入个1000×1200 试一下 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下 看样子改不了 改不了也没有关系 在这里可以低于720×960 这里已经高于一个720×960了 那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不用管它 那直接点击一个 那在后面这些什么艺术性呢 还有这个光线 我们就直接自定义就好了 我们点这个开始生成 那这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让密精力来帮我们生成一组 那这里呢 密精力呢 当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我用密精力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 稍等我放大给大家看 那这个呢 可以看到 这个生成出来的这个减肥肠 哦 真的很 看起来都很美味 那这个呢 是好多份的一个减肥肠 那这个生成出来的是一个单份的一个减肥肠 那接下来 我们一样把这个刚才这个提示语 发给它 是这个 烤鸡胸配蒸西兰花 我们把它粘贴过去 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有两个重要的参数 需要输这里 先控格一下 输入一个 -ar 就是它的一个长宽笔 3 比4 再控格一下 -v 这里一定要用一个v6版本 打了v之后 控格一下 打一个6 那么v6大家都知道 它是最新的一个版本 而且呢 它对做美食的效果真的非常的不错 一定要用这个v6 它更真实 那不要去弄成一只什么卡通风格的了 直接点击发送 那这里呢 米精里呢也是需要稍微等待一下 那么我们回到一个普罗梅艾看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再复制一组 接着去生成 直接把这个提示后面 粘贴到这个下面 然后再直接点开始生成 接下来我们再看 那这个是刚才生成出来的 大家看一下 一个鸡胸肉配真的一个西兰花 没有问题 鸡胸肉真的一个西兰花 这旁边还有一个柠檬 鸡胸肉配西兰花 真的非常的不错 那这个就是一次性生成出来的 接下来第二个 稍等一下 我还需要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喜欢用哪个工具绘图 你都可以 这里我还是要用米精里 我看看它哪个效果更好 那这里我们就直接把上面这个参数 给它粘贴下来 那我觉得这个普罗梅艾生成出来的图片 就完全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三文鱼沙拉菜 会合的生菜 难怪它生成出来是生菜 确实是生菜 三文鱼生菜 而且是几种不同的生菜 可以啊 它理解了 那接下来呢都是一样 大家可以把你的一个需要生成的一个图片 直接把它复制像我这样中英文对照 打开一个普罗梅艾 然后把它输入到下面的输入框里面 点击生成 那这个普罗梅艾为什么我要推荐呢 因为它确实速度很快 那可以看到 也就是我说话的一分钟的时间都不要 那已经出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扁豆汤配胡萝卜和芹菜 扁豆汤 扁豆汤 胡萝卜和芹菜 哦看起来不错 扁豆汤 哇塞 好美味的样子 生成好的图片这里我们直接可以点击 这上面有一个 大家可以把鼠标移动到这个图片 这里会有一个下载的按钮 一个三角 我们再点一下 那就把它下载下来了 你可以把你要的图片都进行一个下载 这就是所谓的减肥餐 那可能很多朋友在 制作了几张图片之后呢 你的金币可能就没有了 金币没有了 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在这个右下角这里有一个礼盒 我们点开一下 那在这里呢 你能看到你的一个链接啊 你可以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那你推荐的每个人呢 你就会获得十个金币 那每天限制最多一百个啊 你可以推荐给一百个人 一旦他们呢 创建了账户呢 你就会获得十个金币 而且这个金币呢 不会过期 大家如果想要更多的一个金币呢 你可以多去推荐啊 也可以分享到一些社交媒体 那即使你不分享也没有关系啊 每个月呢 他也有十个金币到账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米金里 米金里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他做出来的图片啊 非常的高清啊 这个三文鱼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米金里账号的话 我也会把一个米金里便宜合注的链接啊 放在描述栏 那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呢 是米金里生成出来的 非常的不错 三文鱼 这个呢 是一个鸡胸肉 加一个西兰花 那这个呢 里面就比较杂了啊 可以看到有炒鸡蛋 还有一些蔬菜 那你想要哪一张图片啊 这里呢 我们可以放大看一下 选中你喜欢的一个图片 啊 比如说第一张 那我们就点这个 这个我看一下啊 第二个不错 我们就点一个U2 这个第二份不错 我们就点U2 第四份不错 我们就点U4 那么U4 U4什么意思呢 把它放大 可以看到 我们就把这张图片的单独放 放大了 接下来我们就点这个 点这个下载按钮进行保存 那我们就把它存在一个文档里面 点击这里保存 点击保存 OK图片保存好了 这里呢 有新进来的朋友 还没有订阅小U的频道 再来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啊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小U的视频 那这里我们回到小红书 这个发布笔记这里 接下来我们就点击上传图片 那这里可以拖拽图片啊 那也可以上传 你可以上传三张 一个三张啊 鼠标 直接把它选中三张 点击一个打开 那在这里呢 填写一个标题 我们回到卡GPT 那上面它有帮我们写一个减肥餐 那我们直接让它 写一篇小红书减肥餐笔记 一面需要 不用符号标识 我们写一篇小红书减肥餐笔记 里面需要多用符号表示 标题要吸引人 那我们直接发送 这里呢就是建议的 这个二十款减肥餐 那这里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标题 给它复制过去 给它放到这个标题这个位置 这个减肥餐 下面我们直接把它复制 把它写到里面 内容里面 好 接下来就直接点击这个发布 标题抄了 那这里我们把标题给它删减一点 5号给它去掉 OK 可以看到 我们的笔记就这样就发出去了 那今天呢 那我们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你学会制作一个小红书图片了吗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你还可以观看小鱼儿的其他视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